从我们以前到现在 我们的长辈 虽然那时候都一直叫我们 你爱特色 人真特色 好啊好 这是很重要 可是我认为 现在时代潮流的进步 又更不一样了 它不只是你要受教育 而且你要根据 每一个孩子的特质 让他有发挥的地方 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 我们家医师的国中国小 尤其在国中端这里 孩子又比较大 也许正是一个叛逆时期 但是这一段 更是老师要好好注意到 他们身心发展 还有他们的兴趣 导引他们有更多元的机会 去了解 所以每一个学校自己有特色 能够再根据孩子的特质 给孩子最多的舞台 让他们能够发挥 这都是我们的课程 我们始终相信 永不放弃的信念 还有对自己的一个 期许跟期待 这就是嘉义士 一直在重视教育的 重要的力量 北京国中 他在我们嘉义士算是蛮大的一个学校 让我去到那里看到他们的一个户外的教育 就学生要爬树 所以在这里我看到 时时是课程 处处是课程 我们也看到北京国中 真的无论他是有这些特色的班级 或者一般的班级 我们是全校一起来参与 其实教育最可贵的 它就是很多元 也许只是一个户外的教育 我们去爬树 让你更勇于挑战自己 然后对自己更有信心 原来很多事情 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让你更有自信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又必须有团队的合作 我想这都是非常重要 我们说嘉义士的教育是人文第一 科技相左 精致创新 国际视野 这四大的一个发展愿景 现在永续环境 非常重要的 它不单纯是做 孩子要去思考 要去关怀 尤其对环境的关怀 我相信这些过程 不是只有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 而是在这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用心的课程 大学国中再转型 朝嘉义士的第一所实验学校来迈进 我们也跟嘉义大学合作 在这里我们最主要希望能够透过 这个实验教育 让孩子有自主跨欲远航 我们一步一脚印 我想这个请大家去拭目以待 嘉义国中是我的母校 那无论是音乐 还有国乐 还有舞蹈 这一方面成为它的特色 但是对于每一个一般的班级里面 学校还是都重视多元的发展 那我觉得去到学校里面 它最重要是它的硬体建设能够做好 再来我们有好的老师来做指导 那我相信这样才能够去发挥 让每个孩子能够彼此切磋 彼此成长 我想我们这个母校最重要的是 它的环境真的非常的优质 很谢谢我母校给我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 这样的涵养 让我在一辈子 我觉得在这边认识最好的同学 这一辈子最好的友谊 我觉得最可贵的北温国中 在这几年当中 他们的校舍 我想我们都努力让它更新 校舍的一个硬体建设之外呢 他们的排球队可以说是全校是为它加油的 现在要成立一个学校的校队 其实基本上是不容易 我们要推运动最重要就是让孩子们 不但是体力以外 其实是团队的精神 然后成为大家的凝聚力 哪怕我不是选手 我在旁边加油的时候 太早跳了 腿位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老师 他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语言的训练 或者一个剧场的表演 其实中间过程一定要有很多的磨合 这就是我们对于团队的精神 对于语言 那几乎都融在这里 每一个孩子在学习的时候 他们的眼睛是发亮的 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挖掘孩子的能量 然后去导引他 在这里虽然学校不大 但是也能够成为一个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好学校 教育就是一个让孩子懂得生活 在我们的每一个学校的各个角落 都可以展现出来 不是一个硬邦邦用背的 我们就让他生活在这其中 一切都很自然 那民生国中呢 其实在我们家义士 已经是非常有名了 然后当然我要更感谢这样的 就是教育团队 很忧心的规划 所以让我们的孩子 实时在我们课程之后 他有成果的展现 每一个人你都可以无限的 去发挥你的想象力 很开心的流露出那种自信 要让孩子知道 你只有前面的努力 我们后面才有这样的成果 但是你不努力 绝对没有好的成果 而且很多当你要拿到 全国第一名的时候 这个不只是要经过极端的考验 甚至要忍耐 你要有受挫的力量 许多的失败 在失败当中又再站起来 真的民生国中很精彩 男星再一听名字就知道 在嘉义士的南端 在民国一百年创了管乐班 唯一一手就是行进的管乐班 那你知道行进这是很困难 很辛苦的 其实那个不只是自我挑战 它还有很重要的是 还有跟团队合作的经验 102年的时候 我们又在有一个探索体验园区 园区很大 这是一个激发孩子 有更大的能量跟愿意不断地去摸索 去探索的很好的场域 这是很难得的 我们认为其实所有的运动 不只是在训练国手 我们还能够再从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让孩子了解这运动热爱运动 所以这很难得的 各方面男性国中 现在也真的是叙事待发 家义士的国中真的都是很有历史 那这历史呢也不断地堆叠 我想玉山国中名为玉山台湾最高峰 这个玉山一定要不一样 给学生一个设定一个目标 要登玉山 我看到的是非常感动 因为不是做了一个目标 然后就能够达成 其实第一个你要做教育的训练 然后你要做准备 好 加油 加油 这算是很少的机会 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去完成 只是一开始真的是蛮累的 会想就是说男生为什么跑那么快 在这过程当中 学校编排了非常多的课程 做了安排 然后学生体力的测试 也是从基础开始 而且很重要还要互助 互相帮助 它变得真的是很有意义 虽然在那个爬的过程中 就是会很累 你能够成功靠自己的体力 爬上去的那种成就感 你回头一看就是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好 耶 其实很多事情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但是你一定要做最完整的最好的 你要尽全力的去准备 南坛国中那一天才过60周年的生日 看到很多校友 而且是多才多艺 每一个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 那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的成果就是如此 参与他们美术班的时候 每一个孩子 他们的话真的很成熟 而且非常的有能力 当然不只是如此 我想制造中心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他们是用不要的课桌椅 然后去把它组合成 我都可以做上去 所以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 让孩子有实物的经验摸索 都在在地呈现给孩子 从小就开始培养起 按照孩子的特质去发挥他们的特色 我想这是一个南坛国中最可爱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教育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注意到它的完整性 学校的特质应该是被发挥 藉由政策来推我们教育的扎根 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团队而已 整个家喻式的教育团队全部都起来 所以孩子有一个最好的环境 最好的师资 在这样的一个成就之下 因应的孩子的不同 然后随时去推进 我觉得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是 真的我们教育伙伴真的 一直为孩子为教育在努力 满满的热忱 既有专业又非常敬业 愿意投入到教育领域里面 大家就是这么用心 我想家喻式的教育 就是在这基础之下 所看到它的成果 我们始终相信 教育决定人才 人才决定未来 不只是让他们去做 而且重视他们展现了舞台 这在在都是给孩子 上了人生精彩的一课 我常常讲 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市长请你告诉我 哪一所学校比较好 我说我都告诉他 家喻式每一所学校 都各有它的特色 你可以去看看去了解 你一定会很感动的 您学校的 dès